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TOYS TV 好開心,今天我們首次TOYS TV的生活show 和另一個KOL一起去合作 做一個Briani's生活性的節目 TOYS TV之外,我是Brian 另外,今天我過來這位是 美麗媽媽Cherry 你介紹你的平台叫什麼名字? 多長一點 我的Facebook page就叫 Healia媽媽爸爸Diary成媽媽專欄 周筆時也會分享自己的點滴 和女兒的生活上的小節 和現在淘緊迪迪,快出生了 那個人的名字真的挺長的 另外,再右邊這位 就是今天我們另一個嘉賓 或者是我們朋友,Riari Riari就是空氣清新機的顧問 對,沒錯 對,沒錯 我們今天跟大家說 其實不是經常說空氣清新機 主要是說一說我們 因為兩位,兩位我只要學習 我只有一個女兒 兩位都 一個已經兩個弟弟的媽媽 Cherry是第二胎 所以今天最好 跟我們講一些叫做 臭仔經 或者照顧小朋友的心得 對 對 所以先問Cherry Cherry,你第二胎有甚麼分別呢? 剛才林滿妹在這裡 姐姐,四歲多 跟第一胎有甚麼分別呢? 其實甘胎會比較舒服 對 還有輕鬆 但是相反 因為第一次疫情下懷孕 其實比較擔心健康問題 對 因為沒有試過戴著口罩 這樣十個月 好像上個禮拜的女兒 學校強健 她又病了 所以其實她一病我就很害怕 對 所以又要照顧她 又怕她傳染到我 因為現在懷孕 對 所以這一胎就是怕健康問題多一些 對 我記得我老婆很害怕病人 因為病人不能吃藥 對 所以 Touch food 沒事 對 對 如果她病了 你又要戴口罩 對 即是在家裡戴口罩 對 又避免監叉感染 對 我想我早上媽媽和爸爸都試過她的經歷 對 很擔心這件事 我記得那時候沒有疫症 正常地帶家人不舒服 都真的戴口罩 怕小朋友互相傳染一次 整個家人都病了 其實你快要有兩個小孩子 已經一個 弟弟很快就完美出生 其實有甚麼特別安排 Sherry 其實家裡會對家裡的環境 衛生是比較緊張的 因為你想想 整個年我們用酒精 有很多防疫的用品 在家裡當然不少得要打掃 因為弟弟在疫情下出生 所以我都勤力打掃 家裡 例如洗一下皮膚 現在都在準備寶寶床 還有 都會比較重視她睡覺周圍的環境 我覺得真的 環境都很影響 因為影響呼吸 對 而且她初生我是很緊張 對 當年的我也是 對 家裡其實是兩個小朋友 不過兩個都很大 當年你可以分享一些經驗給Sherry 當時我記得 第一胎的時候都很緊張 因為不認識三手媽媽 去到第二胎的時候好很多 起碼很多時候 比如嬰兒有什麼不舒服 哭 我都容易掌握到她 究竟是有什麼問題 所以應該放心 第二胎 但是好像你說 說到空氣 或者是那個地方的整潔 這個真的是 初生嬰兒她沒有什麼 懂得保護自己的 這個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地方 所以當時我都很緊張 尤其是經常都擦 槍、洗、洗 很勤力計 你有兩個小朋友 你是不是很怕交叉這麼容易 都是的 因為我記得小時候 尤其是他們剛剛已經準備上學 上學藥都會接觸很多小朋友 是最大機會加上感染 最辛苦的是什麼呢 我通常就是 可能小孩子病了 因為我要照顧他 你知道沒有教訓 他在氣室不停要去 他沒有髮腫 又沒有複皮 好了 輪到自己過了 就輪到自己病了 因為這樣 然後輪到 因為你還要照顧大一個 然後輪到大兒子病 大兒子病完就輪到老公病 試過無數那麼多次 一家人 是車輪轉去看醫生 很辛苦 到可能已經差不多的時候 就輪到小孩子又來過了 因為其實他都會的 所以這個交叉的問題 我們小時候 不單是聽了 自己的家裡都經常發生 嗯 我想就算我當年 我一個小孩子也是 全屋病 那個人也有兩個 四個人的病 你那個例子 很多時候的父母都經驗過 但現在這個年代 你做了空氣清神機部門 有這部機器會不會幫到手 其實真的 說你也不相信 說真的 我用了這部機器已經六七年 這六七年期間 我第一 沒有試過因為感冒 或者是呼吸道問題 去看醫生 是真的一次都沒有 不是一個人 是整家都沒有 我們可能有機會 吃菜的那些不奇怪 但真的沒有看過醫生 我現在很興奮 我兩個兒子這幾年 就沒有怎麼看過醫生 這麼多年都是 是啊 因為最主要就是 很明顯的 因為這部機器是否把家裡的空氣 真的全部過濾過 因為我們其實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有東西可以幫你 24小時 一連365天 是不停和你處理空氣的 那部機器很大機會 譬如家裡有塵 床有塵圓 但是它不停和你去過濾一些空氣 給你一些乾淨的空氣 就算我們發文字 也有機會會咳嗽聲的 正常一定會 但是接著那部機器 你也幫你處理了 那些空氣病毒 它已經過濾了 出來的空氣都沒有 那變成你要加上禁煙的 就不會太難了 這真的幫了手 雖然我們是說的 空氣清新機 現在你是顧問 但是我們都不是顏色 因為我見Therry都壓了頭 可能覺得 將來的小孩出生 可能有沒有這些空氣清新機 可能都 起碼少看醫生 而且沒有擔心 也是的 因為我們不可以避免 跟其他人接觸 譬如家姐 發學校 有機會接觸其他小朋友 我們保證不到 他不會有機會 也會被人接觸 嗯 聽完Reali 講完分享的經驗 就是精華來的 人生經驗 Therry 現在你快要做 另一個寶寶媽媽 你覺得 有沒有一些 可以考慮 或者取得驚 都有 因為剛才你說 害怕交叉感染 其實我都害怕 因為女兒一上學 身體真的差了很多 馬上病 因為她本身 也不太喜歡吃東西 所以感冒 一年都不知還多少次 是啊 因為小時候 是啊 辛苦 而且她始終接觸到 有些同學 同學的病毒 不是你們常見 對 那就有機會 對 因為她的姐姐一上學 她會衝就會病 我女兒就是狂發 小幼稚 她回來 她兩年多 寶寶在 如果過了一歲 她的抗體慢慢少了 她就會開始被姐姐爭露 可能她的姐姐是五歲多 她一歲就開始犯了 不夠理 所以這部機器可能會幫我走 是的 你有網上談 這麼多年都沒事 沒有 即是呼吸道那些招牌 真的沒有 說真的 我大兒子試過是因為腸胃炎 吃錯東西而已 好像沒辦法 小兒子是不是耳朵呢 耳朵小朋友不知塞住了 聽得不清楚 不是呀 他可能耳朵分泌得多吧 塞住耳朵 要他真的在衣箱裡拿走 要去醫生處理 但我先生只是因為心臟有事 看醫生 我基本上是因為有一次頭暈 但不是感冒 但這幾年加起來 十隻手指 整家人四個人看醫生的數字 但也與感冒無關 這是很明顯的例證 剛才提到鼻敏感的塵滿 這些空氣清新機 或者這部機器 都可以幫忙 把那些有問題的指紋員都清走了 你講起塵滿 講起鼻敏感 我真的要講大兒子 其實我大兒子是一個極度鼻敏感的人 自小都有的 不過不算很嚴重 但去到何時呢 去到他升上高中 我猜可能壓力 因為功課、課業太繁重了 你知道上去準備考大學了 他突然間那年開始 是一起床 揭開一張被子 洗完臉 就不停打嗤漆流鼻水 一個早上給我一盒紙巾用完 很累 而且最慘是因為他這樣上學很累 你流了很多鼻水 滲到鼻紅了 你知道哪有心機聽書上課 那時我接觸空液清新機 了解多一點他的詳細資料 看到他真的可以過濾到層門 我跟老公說 不如不要理了 買回來試了 起碼處理了兒子的問題 不用他那麼慘 我心想不知他怎樣上課聽書 我老公沒有聽過資料 什麼都沒有知過 他就說試一下 無妨 我買了一半衣回來送貨 我記得那晚不理了 放在兒子的睡房裡 陪著他睡覺一直開著他 很神奇 但每天早上起床 我兒子沒有打過核切 沒有了 出外的不算 去別處地方 但家裡真的沒有 我覺得很明顯看到效果 他真的幫我處理了層門 因為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之前有其他吸塵機 是專門吸藏屋層門的 很多家長媽媽都有聽說 但有一個問題是 那些層門不會只停留在這裏 你是每天睡覺都繼續有 他在睡覺我做不到事 我睡覺我不可以開著 急陣機吸架 所以是自錶不自本 但直至我真的擺了空氣清新機之後 完全解決了他這個被敏感問題 很開心 香港很多人有被敏感 那個比例是多到你不順 其實我看過一個2017年的報告 有說過每兩個人 香港人就有一個 是有過敏的情況 未必是鼻的 可能是皮膚 可能是其他或者是器官 但原來每兩個人有一個曾經試過 可能香港的生活環境比較制備 人多一點 空氣污染又多一點 車多 有近街道 這個敏感症以前好像很寒有 我小時候好像 每個人都沒有敏感症 其實有敏感症你不知道 對 我有 你有 你旁邊的我只有 通常有敏感症的媽媽 被敏感 對 子女都會有 有 有 有的 我小時候是鼻敏感 所以大兒子是 對 其實我女兒也是 咦 講起 這裡三個已經 三個身邊 很辛苦 我剛才知道 醫生說 你也是鼻敏感 你也是鼻敏感 他也是 OK 因為不知道 以為沒有什麼事 就是吸鼻 吸一下 吸一下 過了一天 原來都是敏感症 Cherry 你怕不怕? 你有鼻敏感症 又說 我女兒也遺傳了我鼻敏感 所以其實你剛才說的經驗 他每一天都是這樣經歷 他還沒到床 他已經打黑痴流鼻水 其實之前是經常覺得 是不是冷氣冷 但到下午他就沒有這個情況 是早上 因為我小時候 我是嚴重鼻敏感 長期刺子都是在旁邊 一塊一塊 經常都被我媽媽罵 因為經常要腎 睡覺 鼻塞得很厲害 一定要打側 否則你便不能呼吸 這個也很嚴重 這些經驗 我小時候經歷過 現在 他大大廈 他小時候沒有 大大廈 發現了他有鼻敏感 還有影響精神 還有我家裡的房間是沒有窗的 所以我其實 那間房間的空氣便不能對流 我經常開冷氣 開一點門 開風扇 然後對流 但可能因為他已經開始長大 要跟他建立免疫力也很重要 也是 六歲之前其實免疫能力也很弱 對 對 對 媽媽就知道 把握這個機會 幫他攪拌 真的 如果自小容易敏感 那個敏感 可能每個人長大 都會繼續影響他 是的 說到敏感 我們是先天性的 剛才也說了塵滿 空氣會員 另外有些個案 現在香港也很疼小朋友 或者很多人喜歡養寵物 那些個案 會否又令父母或小朋友 有問題 我聽過有些事情 你也會分享 有 其實沒有辦法 你養親貓貓、狗狗 一定會有貓毛、狗毛 還有動物始終有甚麼味道 有些朋友一進入屋 就聞到家裡一定是養寵物 其實味道對某些人來說 也有影響 我身邊有朋友 就是 孫子在出生前 她的媳婦也養了貓、狗 但她又擔心 孫子出生後 會否貓、狗毛 會否影響寶寶寶寶寶 但你知道 貓、狗對我們來說 不是純粹養一隻貓、狗 現在很多身邊的朋友 寵物基本上是她的兒女 也不打算棄養 她說怎樣令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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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是其實這部攝氛圖 是的 攝氛圖 其實真的挺厲害的 也是 不如你講一下功能 剛才我們講了幾個個案 有些先鮮性 我們個人的身體敏感 外面的自民園 塵門 貓、狗毛 或者其他空氣污染 這個是跟香港的生活息息相關 你都很難處理 我沒有辦法的 反而就是像小朋友 有多些運動游泳 可能可以幫到手 但接著空氣環境 你需要做其他事 你不可以教自己 內在外在都要處理 沒錯 有這部機 那部機的石欄是怎樣的 好 我也講講 因為其實業界 都是用一些叫Hippo Filter 去過濾一些空氣裏面的 自民原 食感病毒 但業界的standard 現在用的是0.3微米 但0.3微米 遠遠大於我們知道的病毒 很簡單 只是說冠狀病毒 0.1微米左右 0.3個孔那麼大 0.1那麼小 他可以穿過去 很簡單 但我小朋友也會明白 這個道理 如果不能夠完全有效 不能夠隔離它的話 其實有漏網之餘 但現在在講 Amosphere這個牌子 其實無論是大部機 在500呎範圍 或者現在新出部 小的200呎範圍也好 Hippo 濾網是全球最小的 是說到0.0024微米 即是跟0.3微米的分別是甚麼 小到125倍 比起我們已經知道的病毒 包括再小一點的麻疹病毒 鼻病毒這些會影響 我們上呼吸到感染的病毒 都要更小到10倍 好了 那個燒機的孔那麼小 可以把這些病毒撓掉 出來的空氣就乾淨清潔 除此之外 他亦有氣味濾網 因為我們不少家人 都有機會煮食也好 或者有些清潔劑 有些揮發性的味道 或者有些朋友 可能家中超有人會吃煙 對小朋友不理想 他連這些味道都可以吸附 就可以令到空氣 不單單沒有細菌病毒 還要是清新 剛才你講的制式 或者那麼厲害的尺寸 其實是否有認證 有的 其實他拿到四個不同的認證 包括英國國民協會的認證 因為原來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自問員 剛才講的塵滿 貓、狗毛、毛菌、病毒 原來能夠將22種不同的自問員 都能夠過濾的品牌裏 如果你去那個網頁搜尋 他選了那22種自問員之後 他不是說只在香港 說全球真是能夠做得到的 只有這個品牌 這是最大的認證 除此之外 有些人會問我 你放在兒子的房間 會不會很吵 會不會很熱 我們長開會不會危險 這個我想他的家長都是最關心的 他有一件事很好的 第一他拿到美國家電協會的節能認證 他能夠比起同類品牌省電35% 原來我們計算過的數目 我當我在世界住 我用中電的 用中電的電費計算 如果長開一年365天 24小時長開 選到最低的風速 全年的電費加上你猜猜多少錢 幾千元 幾千元 就像冷氣機一樣 你猜到也猜不到是52元 這麼便宜 因為他的電壓是很低 已經可以走到 這是他的專利做了一個很漂亮的引擎 而他最重要是在裏面的馬達引擎 因為他要抽風 他是一個德國的品牌 專利幫他這間公司做的 他做了測試 就是長開這個馬達60年都不發現 所以有機會你摸一下背部的位置 是不熱的 因為很擔心的 如果一熱就會燒 所以這個就可以安心 這是他最大的認證 剛才你提到兩部機 一部叫mini 一部就正常 其實他們功能有甚麼分別 其實功能沒有大分別 他們一樣可以過濾到這麼小的微粒 只不過他們因為適合一些小的單位 很簡單 我放在房間 我真的不會放一部大的 200呎平方當然是百分小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的濾網有少許分別 因為小的那部機要省位 它是一個三合一的濾網 就簡單一點 一換就整個換了 這樣就乾手正藥 但是那部機 因為他會處理的時間都長一點 他就分開三層的濾網 有一個是隔一些大的塵埃 模法或者塵門 HIPPER Filter 就隔一些再細一些微粒 和細菌病毒 還有一個氣味濾母 就是去吸附一些味道 甲醛 或者是一些東西 其他有害的一些 chemical 的東西 那就分開三個 最大分別是這個 是 以今日Cherry聽完有 Rialli前輩之後 除了是媽媽前輩 還有一些叫做空氣清晶機的用家 或者顧問 其實你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這部機 好像一部鼻敏感殺手 其實它最關心的是女兒的鼻敏感 因為每天都很困擾 真的 真的是這個 還有這部機 剛才你說的三合一類龍 好像很高效能 相信是一部CP值挺高的空氣清新機 還有我覺得最好的是 因為它細細部 放在房間 還有剛才你說的 它的摩托不會乾 對呀 因為這些電器 放在小朋友附近 其實是 你會怕它 可能會有什麼 至少風扇你都不敢長開 因為會有塵 怕它會著火燒 這個就不會了 還有我遲些來 就是初生嬰兒出生 如果她的分配這麼低 其實我覺得很安全 對呀 很靜大 不會吵到她睡覺 因為你知道有些嬰兒 可能會怕一些 那些噪音 因為始終那些空氣清新的 有時都會有些聲音 因為其實最主要是一個摩托 它轉動的時候 如果它不夠靜 會影響 因為嬰兒的耳目很薄弱 是會影響她聽覺的 如果太吵 這也是正常媽媽的關心 如果我想給嬰兒一個好的環境 我覺得這部機器也不錯 對 剛出現出來說 真的不是真正代產的媽媽那種心態 很關注小朋友 第二天嬰兒子會怎樣 即使聽得吵一點 你也關心 這個真的是 我剛才拿過這部機器 很輕 就算你剛才嬰兒收了一小 可能粗糙的事情不能做 其實我相信一個 就是產後的孕婦 產後的媽媽的連結也很輕 是的 我想好像只有幾公斤 是的 不知道四點幾公斤還是五公斤 即是跟一包輕輕的米一樣 對 那也不錯 因為有時候拿出來拿進去 大陸在聽著玩 或者剛剛先生上班 或者出了房子買菜 就回到這裡 看了嬰兒 可能連自己連結也不行 這部小的機器也挺適合的 嗯 是的 便宜一點的 但如果你要推薦一般的家居 當作是正常的 三百尺至五百尺的大小 你會推薦大機還是小機 看情況 如果你有位置放的話 我會鼓勵你用大那部機 因為它大概用到在五百尺範圍 而且大那部機後面有兩個輪子 就像拖一個行李箱一樣 你可以推它到處去 有時候可能你說 我早上放在廳 晚上放入房間 其實這是一個選擇 但有些朋友說 始終我的家裡有限 你放了一部大機 都好像一個大的收縮機 我說我家裡有很多電器 很多東西放了 我有些朋友會選擇小一個 因為小一個你放在窗台 或者放在桌面 待會可以放在桌面 給大家比較尺寸 就知道 就會比較容易地擺放 所以這就是 隨大家喜歡 還有家庭的環境決定 這部小也關心了一點 小是比較大約… 應該是五千多元 沒得到便宜 我記得我女腦 我就買了一部 即是超新機 其他品牌 其他日本品牌 通常都要三千多元 其實三四千 稍為好一點的品牌 三四千元跑不掉了 現在 所以其實這部機的競爭能力也很強 是呀 OK 聽到價錢就OK 其實最重要是性能 如果你三幾千元買一部HIPPER FILTER 只有0.3微米 為何你不選擇 可能給多一點錢 但它真的能夠有效過濾到細菌病毒 如果你問我純粹價值 無所謂 但問題最重要是我們擔心小朋友的 是她訂購的 對呀 今天出來聽完之後 可能都會考慮一下 我想你和我都很深刻 很吸引 還有今天開啟Rialli和我們分享 其實都可能我們有少許憂懷 當然 我都高興的 因為通過Cherry 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想了解多一點 那我覺得大家高興 沒有問題 也應該有少許憂懷 大家可以分別聯絡一下Cherry 因為一出來的粉絲或媽媽朋友 可能有多點興趣 要解多一點 就直接聊一下 另外可以回到我都可以 雖然我好像沒有關係 都可以回到很多朋友 你都是爸爸來的 對呀 你都是爸爸 我特別敏感 可能我們都可以拿一些優惠 沒有問題呀 歡迎 最重要是幫到大家 沒錯 我覺得我小朋友都挺 即是預算又適合大小 也是的 不佔空間 是啊 很浪費 我等一下也會去朋友家 其實他就放在窗台 睡房的窗台 所以完全是不抵定的 真的棒 多謝Cherry 今天來我們分享 多謝Cherry 和我們聽到這麼棒的 空氣車身機 因為好至於 其實人家的性價比也很高 不會說有些好的東西是很貴的 但這個聽起來 有時候沒有mini 或者很多人的預算 應該都很開心 學到很多東西 不要客氣 因為始終現在 就是兩個身份證明 沒有經驗 好 今天很開心 今天講到這麼多了 記住如果有興趣 基本聯合身為我們三位 所有資料都在我們Facebook Linink 文字裡面有提到的 不用擔心 有問題的 基本多問一點也不重要 好 多謝兩位嘉賓領導當中 希望寶寶出生 健健康康 敏感症又可以舒緩 謝謝Cherry 謝謝 好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好 下次見